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宴12月20号的更新内容 那我这支影片要讲的是两个更新重点 应该说重点活动 首先第一个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特殊 叫做圣诞广场 它就是针对圣诞节而设计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里面可以获得两张极度稀有的卡片 活动奖励完成之后可以获得圣诞老人的礼物盒 开起来之后必定获得一个圣诞圣水 就是融资圣水 有机会可以获得圣物卡雪花水晶 以及娃娃卡圣诞精灵 还有其他三个 那这两个特别重要 因为它是稀有卡 圣诞精灵是只有活动才能取得 或是特殊箱子才能取得的卡片 再来圣物卡雪花水晶 这张卡片是稀有中的稀有 需要使用神话满等圣物去探索 才有机会能够获得到 就跟娃娃的天上骑士是一样的 那透过这个活动有机会可以获得 虽然机会不高 但是分身流刷起来总是有机会 所以这活动算是蛮难得的 尤其这个雪花水晶 没想到它会放出来 大家记得要打好打满 好第二个更新重点就是这个 本周的制作 周末制作开放了几个比较难得的东西 第一个是文样重置卷轴40张 如果文样要洗的玩家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是不是在说我自己啊 好再来第二个就是 本次终于开放了英雄变身卡选择箱 金字形神塔 就是最新出的圣殿骑士卡片的选择箱 它需要使用240万的变身币可以兑换 每个账号可以换一个 我说过了嘛 所有的西游卡到后面都不在西游 你都可以直接自选 这个也不例外 OK 好缺一张的把它选起来吧 好再来往下看 这边还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圣诞制作 2023年圣诞特别制作 它是应该看起来应该不是机率 之前在猜也是机率的 不过我看它是账号整合限定的 代表它是保证制作的 就送给大家就对了 圣诞大放送 它这个第一个是使用它的成长药水22箱可以做8个 剩下都是可以做一个 那奖励内容有什么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圣诞套餐啊 对应的就是第一个22箱 这个可以做8个 里面每一个可以获得一张最高级卡片选择箱 以及这个6个高级圣物选择箱 还有一张圣诞精灵的娃娃卡片 这是干嘛的 这制作证书 收集满8个 就可以换一张完整的圣诞精灵娃娃卡 等于说你只要 只要用22个袋子乘以8 176个袋子就可以获得一张保底的圣诞精灵 然后另外一个 这其他就是每一个箱子 只能做一个的 像这个圣诞祝福盒 可以获得祝福圣水大罐的10罐 3万的高粉 1000克龙钻 以及60个龙之圣水 那你使用硬币箱子就可以获得4色硬币各30万 那你只要做这个英雄卡片补给箱 就可以获得3种 70万硬币做的圣物变身跟娃娃卡片 好 那这边看一下 8张圣诞精灵制作卡 就可以获得一张完整的圣诞精灵 所以本次的活动算是蛮特殊的 大家缺 缺卡片的记得把袋子准备好 然后缺变身卡的记得把变身币准备好 OK以上影片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掰不 再见